我不吃青椒 给姐姐吃 那我吃 我不吃苹果 给姐姐吃 那我吃 我不想吃米饭 那姐姐帮你吃 哇 我升级变成大孩子了 哎呀 我怎么还不能升级 我也想当大孩子 宝贝女儿 快看妈妈做了什么好吃的 哎呀 要是这些菜 天天都做这些 我不想吃 给姐姐吃吧 哇 太好吃了 比比东妈妈做饭越来越好吃了 小五 你少吃点 小雪 你看姐姐都长这么大了 你不吃饭就没有姐姐长得快 好的 比比东妈妈 妹妹 这个红烧肉可好吃了 你吃吧 我才不吃呢 妈妈 我想吃汉堡喝可乐 好 小雪 妈妈这就去给你买 小五姐姐 我还想吃薯片和冰淇淋 小雪妹妹 你要的这些都是垃圾食品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哼 你是不愿意给我买 我就想吃 小雪 你怎么哭了 小五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我 我没有 我这就去给小雪买零食吃 卖公主裙了 哇 这些公主裙都好漂亮 好想买一件公主裙 我的衣服都破了 算了 我的钱不多 还是去给妹妹买吃零食吧 这样妹妹也能快点长大 卖零食了 各种好吃又便宜的零食啊 五六七叔叔 这些零食好吃吗 我做的零食可是最好吃的 当然好吃了 为了能让这些零食好吃 我可是加了好几百种暗黑佐料 就是吃了不仅长不大 还会变小 那我买薯片和冰淇淋 小雪 你喜欢的汉堡和可乐 快吃吧 我吃 哇 太好了 我也升级成大孩子了 小雪 你要的薯片和冰淇淋姐姐给你买回来了 哇 薯片和冰淇淋我都要吃 我要比姐姐长得还高 不可以吃 姐姐 你怎么瞧我的薯片和冰淇淋 小伙伴们告诉我 说不能吃 姐姐 你就是故意的 你怕我长得比你高 你快还给我 我就要吃薯片和冰淇淋 小五 你怎么又欺负妹妹 快把这些给妹妹吃 比比东妈妈 小雪 你们相信我 这个真的不能吃 妈妈 小五姐姐就是极度我长得快 不是的 小雪 既然你不相信我 我就证明给你看 我吃 咦 我的女儿怎么都变成宝宝了 五六七卖的零食掺杂了太多的暗黑佐料 小五吃了身体会变小 那我怎么也变小了 小雪 垃圾食品对身体有害 你只吃垃圾食品 身体当然会出问题 这可怎么办 我刚变成大孩子还没出去玩呢 就又变成小宝宝了 姐姐 对不起 我害得你也变成小宝宝了 是啊 小五 妈妈不该怀疑你 妈妈以后再也不给你们买垃圾食品了 找美人鱼朋友了 偷偷地告诉你们 颜色越鲜艳的美人鱼能力越强哦 我要金色的美人鱼 哼 我不要 我要跟尊贵的比比东做好朋友 那我选蓝色的美人鱼 我不要 我要跟帅气的五六七做好朋友 怎么没有美人鱼愿意和我做好朋友呀 唐三哥哥 我来做你的好朋友吧 真的吗 太好了 唐三 你可真倒霉 你的美人鱼是黑色的 一看就什么魔法能力都不会 就是就是 唐三比比东五六七 现在你们都有了自己的美人鱼朋友 那下周我们就来评比谁照顾的好 金色美人鱼 你都会干什么呢 我这么漂亮 我会的可多了 真的吗 我不信 不信 你看 天哪 这也太厉害了 你竟然能变出来金币 我就说了 我可是最厉害的美人鱼 那你能变出手机 电视吗 当然可以 怎么样厉害吧 嗯 好厉害 不过我还想要好多好多公主群 我要每天都换新衣服穿 可是 这样会消耗我的能量 我会变丑的 不行不行 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那好吧 太好了 这下我可以天天穿新衣服了 金色美人鱼 你继续变 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嗯 那好吧 蓝色美人鱼 你的能力是什么啊 我会的魔法太多了 那我怎么相信你呢 嗯 这样好了 蓝色美人鱼 你看这本作业了吗 你要能把它变成写好的 我就相信你 啊 我不想变这种魔法 我看你是不会 魔法才这么说 才不是呢 变就变 太好了 这一下我的作业都不用写了 蓝色美人鱼 你的好朋友饿了 你快变一些好吃的吧 哼 为什么要我变好吃的 你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吗 我看你肯定是只会一种魔法 所以你才不敢答应 才不是呢 我会的魔法可多了 我这就变给你看 有美人鱼朋友真好 不用自己写作业 也不用自己做饭了 小五美人鱼 这是我的零食送给你 你快尝尝吧 可是唐三哥哥 我是黑色美人鱼 我什么魔法能力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 我们是好朋友呀 唐三哥哥 你真是太好了 小五 这是给你新买的鱼缸 我看你没有水会很不舒服 这样你不舒服的时候就可以在鱼缸里泡泡倒 谢谢你 三哥 打雷了 我好害怕 怎么 小五妹妹 唐三哥哥 我害怕打雷 雷声太可怕了 那我陪你一起好了 打雷时 我们不在空空的外面 在屋子里是很安全的 真的吗 唐三哥哥 你真好 比比东五六七 你们的美人鱼怎么都变成黑色的了 老师 我 我 一定是你们不好好对待美人鱼 所以它们才变成了黑色 我们知道错了 小五美人鱼 你被照顾得好漂亮 我宣布唐三和他的美人鱼小五是最佳朋友 太好了 小伙伴们只有真心对待别人 才能交到好朋友哦 把你们的鞋子脱下来 我要检查 红色风暴你先来 好吧 哎呀 好臭啊 快脱鞋子检查 小五老师 我先来 红色风暴不要 同学们 小五老师怎么又晕倒了 这次我可没脱鞋子 把你们的鞋子脱下来 我要检查 小五老师 我先来 哼 红色风暴你快住手 前三次都是因为你才没完成检查 这次你排最后一个 好吧 蓝色妖鞋 你先来 好的 小五老师 你检查吧 嗯 没问题 你进去吧 太好了 小五老师没发现 等一下 完了 要被发现了吗 蓝色妖鞋 你的鞋子不要了吗 我忘记了 小五老师 谢谢你提醒我 黄色妖鞋到你了 老师 你看 黄色妖鞋 你怎么把金币放在鞋子里呢 这样多不卫生啊 小五老师 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我 唐三老板 我要买烤蔬菜串 烤蔬菜串要25个金币 糟糕 忘记带金币了 这可怎么办 哎呀 我怎么总是忘带金币呀 有了 我把金币放进鞋子里 明天直接穿着鞋子去学校不就好了吗 我真是太聪明了 就是这样 黄色妖鞋弟弟 你可以把金币放书包里呀 啊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黄色妖鞋 下次别这么做了 你进去吧 好的 小五老师 老师 你看我的鞋子里可是没金币 确实没有 但是你的鞋子里怎么有这么多鞋垫啊 啊 被发现了 其实是这样的 爸爸 我想上床睡觉 可是我自己上不去 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抱上去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矮 做什么事都要你帮我 因为你是小孩子 当然矮了 等你长大了就长高高了 我为了能让自己显得高一点 所以我才在鞋子里放了这么多鞋垫 就算这样多 你还是没长高呀 其实只要你饮食均衡 勤奋锻炼就一定会长高的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 谢谢你小五老师 啊 我就不用检查了吧 不行 必须检查 可是我一坨鞋子你就晕倒了 这次我可是做好准备了 这样就没事了 再给你消消毒 小五老师 你准备地争周全 看来这次逃不掉了 红色风暴 你竟然把游戏机和玩具藏在鞋子里 真是太过分了 统统没收 小五老师 我不服 蓝色妖姬在鞋子里也藏东西了 你为什么不没收它的 什么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蓝色妖姬 你快出来 小五老师 你找我吗 蓝色妖姬 快把你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小五老师已经发现了 红色风暴 你怎么还告密呢 没废话了 快拿出来吧 好吧 竟然是一百分之间 小五老师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视觉是不小心掉到鞋子里的 我穿鞋子的时候没发现 原来是这样 你也不是故意的 我原谅你了 红色风暴 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就给我回家叫家长 我也太倒霉了